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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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市开武馆 他为了纪念升龙奖老教他的功夫 他就用盒加拳奥 就是一个武盒的盒 老是吗 有免礼针之称 还要说和滚盖针珠那个才是厉害人 他现在面对针就是这样 实际上你看上来我远面面的 实际上我躲在家里面的时候 就不是远面面的了 我就变不起打 所以合加拳以闪击为主 拆招有防守后还击 有连招带打 有不招就打 合加拳最厉害的就是不招就打 就是不碰对方的手 我不需要碰你的手 我就靠路边边边就还击你了 合确最常用的 最好用就是敵进几进 敵进几进 进攻代替了防守 实际防守的时候已经是进攻了 对方进攻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进攻人了 就是同步的 在武术中手和腰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所以练武时都要把手和腰锻炼的结实有力 狭家犬里有两个外形特别的道具 用来锻炼手和腰的力量 这个叫石耳牌 它跟石锁不同的 石锁就是阔的 它是扁的 一举起的时候 你的握力又是 如果你的腕力握得不紧 腕力不够强 它会发落来的 是吧 它会发落来的 它一举起 它要控制的 你假设握不稳 它会跌下来的 是吧 所以这个人就连腰马力 实际上连腰马力 和手臂力 腕力 指力 这个就叫石丹陀 木丹陀 两种都可以 用石做就行 用木做就行 它就在这儿滚 还有这边 甚至就滚这边 一路硬过去 先打下来 再滚下来 打下来 滚下来 最后就练这个翘力 跳起的翘力 现在它要跳起我的手 学这边跳起的手 这个翘力 又是连腰马 实际上是整体的 邓振江在少年时期 除了练习狭家拳外 还学习了其他不同派别的武术 到了中壮年时期 他转为研究武术 有时甚至通宵研究 在喝早茶时 才把当时想的心得体会 记录下来 眼前的这套拳法 叫做霞加勉力针 是邓振江研究的成果之一 刚才演练这一套 就是合加勉力针 以前那些勉力针 基本上他们都是 将套路放油来打 保留合加小罗汉的内容 但是加了一些元素 这个元素应该是 我作为个人 就比原有的合加小罗汉 是充实很多 就是完善 这个权是比原有的合权 传统的合权是完善了 最大的特色就是 表现出来油多光小 是保留到光 所以称为针 方慢打的就是油 法力的就是光径 而现在的这套长法 也是邓振江研究的成果 来自邓振江的父亲 邓锦涛武德的熏陶 我父亲就很慈善的 虽然说教功夫这么出名的师傅 所以他的武德在整个武术界排第一 已经公认了 武术 他有权的 他连权也变成奖 第二个奖出就算了 就当充拳 因为他说一骗个拳 你的心就自然产生一种凶狠的 就这样 我拳头不握就没那么凶狠 所以我父亲 这种武德是好的 所以我受了我父亲的分头 我自己就创 绵掌 除了研究武术 邓振江夜雨时还很喜欢跳舞 意料之外的是 跳舞对他的武术教学 带来了不少启发 通过一跳舞之后就发现 原来他的内涵和功夫有共通 看起来是油的 实际上是干的 跟武术也很吻合 现在我将武道的东西套在功夫上教我 就是这样 这些术语来的 是挺好的 以前武术没有这种术语 但在武道里面有这种术语 我借鉴过来教武术 用了跳舞 所以当我骗一些动作的时候 我一样有拉丁舞 有摩登舞的元素 在我的功夫里面 实际上跳舞等于练功夫 我现在练功夫等于练跳舞 绒合为一体 现在邓振江一边传授侠家拳等传统功夫 一边向弟子传授武德 他希望弟子能做到武功与品德兼备 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大侠 所以我想那些徒弟都是斯文 以斯文 邓正那些徒弟 各个都很斯文 但实际上他们是可以打的 我们是在这一场地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